东吴大学教授翁尼保护树木不遗余力 多次回到南投故乡植树护树 日前召集近30位大专院校教授到中疗乡清除小花曼泽兰 副县长陈振生特别到场感谢他们为保护环境的努力 并资赠礼物及合照作为纪念 护树之工一行听取县佛农维树同能 教授如何辨识及清除小花曼泽兰 职工们搭上手套、袖套、售纳大领刀 开始从植物底部看出生产在树木上的小花曼泽兰 并将整株的藤蔓从树上打下 副县长陈振生表示 进入秋冬之际 翁教授号召近30位职工到棕疗乡 帮忙清除小花曼泽兰 避免影响树木成长 翁教授为保护环境尽一份心力 及精神力能赶佩 还未来有更多民众投入 实际化观念落地生根 共同为教领努力 我们特别要感谢我们东吴大学的翁尼翁教授 带了他们学校的师生以及志工 将近30位要到山上 棕疗山上去砍除小花曼泽兰 其实在去年前年 他们也在这里种了一些树 但是希望就是立化我们的蓝头 那也希望蓝头未来更美 所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也让我们特别感动 所以今天特别专程来陪同他们 尤其也请荣誉处的正科长他们一行 来协助他们 怎么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也希望就像八楚的小花曼泽兰计划 以及中式计划 都能透过不同团体来落地生根 让蓝头未来能更立化更美化 欧尼教授与志工李正欣老师都表示 职工们秉持一颗库大地的心 每个月都会到南投植树 库树 只是透过假式领誉会 邀请大专院校老师加入库树职工 到重量为绿化环境努力 让南投好山好水永续发展 我自己有在东吴会计系开一个课 叫做企业环境成本 那为了备课为了做教案呢 我深度了解到一些环境的议题 尤其是台湾的小花曼泽兰 让就是它的长的速度太快 然后让整个树被小花曼泽兰覆盖之后 最后就变成会死掉 那如果一棵千年树死掉 它的根死掉 我们的地下水系也完蛋了 那基于这些理由 然后我自己的家乡又在南投 所以呢我们有一群人 一起在保护这块土地 在南投这里保护这块土地 我就把一起在大专教书的老师们 一起邀约 希望大家一起来 做一件对地球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样子 那大家是用非常非常欢喜的心 觉得说这件事情太有意义了 非我做不可这样子 除草要除恶境 对我们来讲的话 非常有其好处 因为森林的树木 对我们心灵上帮助很大 然后这个除草能够 比如说张扬我们内心的亲近 这是我们跟翁林老师学习的地方 所以今天很高兴 能来这边除草 互述 然后对于就地球 都是一个很好的行为跟功德这样 小华曼哲兰来自南非巴西的藤蔓类外来种 只要有水及土 该植物就会依附在树木成长 且每个环节都会在长出藤蔓 影响树木成长 翁教授指出 该植物如覆盖整棵树 树木便会枯视 进而影响土壤底下的水系 造成自然环境受损 因此号召一群有相同兴趣的职工 来除盖植物